妹妹餵牛腩鸡 食在好滋味 一道道好滋味擺上桌 這可是由南瓜製作出來的喔 這個是栗子南瓜 那其實現在的季節 栗子南瓜跟一般的南瓜 包括什麼牛腩南瓜 通通出來了 我剛剛在問了孩子 你們都有吃炸雞嗎 大家都會舉手 我說我也覺得炸雞很好吃 可是其實我們身體要平衡 不是每天都吃炸雞 我們要選擇原型食物 讓自己的身體有點綜合 這東西做要讓孩子喜歡 然後像爺爺奶奶牙口也不好 這個東西就很適合 這個就是南瓜糯米煎餅 其實它沒有只有加糯米粉 我還加了一點點麵粉起來 因為我希望它的口感就是不要太Q 可是小朋友會喜歡 然後裡面呢 我加了一點點蔓越莓乾跟藍莓乾 然後加了一點點白芝麻 然後讓孩子吃下來 裡面有一點點黑糖 非常的少量 因為這個算是下午茶的點心 從南瓜一顆到切好 到揉成粉 然後讓它煎成餅 這個過程還是看到了 因為我們希望原型食物的呈現是一流的 就是看得見的 這個是我們剛剛 它的高湯是我們用南瓜 取下來的那個囊跟籽 我們把它煮了一個高湯 那個高湯下來煮 煮成日式便煮南瓜的概念 然後這樣的南瓜其實煮起來 第一個它形狀不會跑掉 因為我們是加了這個高湯 然後加了一點點醬油 然後一點點的糖 一點點的高湯 然後讓它燜住了 燜煮的時候它的過程不用翻動它 所以阿嬤吃很好 它不會軟 不會說很硬 然後很軟爛 而且這個冷食也可以 因為這是日式的料理 而且它是沒有油的 我覺得這些健康的東西 要讓孩子吃得到健康 也看得到健康 而且這個關係是建立在 阿嬤跟孫子之間 阿公跟孫子之間 共同去做料理的那個快樂 是無可取代的 美味關係的建立 就在這親手共同的料理上 精心規劃這一堂祖酸共學課程 讓爺爺奶奶感受到 綿密的人際關係 現在很多老人家 爺爺奶奶一個人在餐桌吃飯 很孤獨的 那我們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讓他們喚起這種味覺 其實這種關係可以比較嚴密一點 那怎麼樣煮一個很好的一個健康 蔬食 讓我們的兒孫也可以回來 一起共餐 共食 那我們小朋友呢 也是可以說 怎麼樣學會這些蔬食 跟爺爺奶奶呢 一起來 準備一個很棒的一個 午餐 或者是晚餐 這個美味的關係就建立在這裡 美味關係的建置上 還有親手種植蔬食 這是我們上次食農教育課 種的 種的植蔬 然後現在已經可以採收來吃了 非常的好吃 一盤盤加油出爐 令人大快朵怡 就感覺那個東西非常實在 還有素食 生辣更快樂 跟孫子一起學習 回家以後跟孫子的關係會更好 除了美味的關係 祖孫的關係絕對會加倍的好 因為阿嬤協會了很多好吃的 回家就可以跟孫子一起做 一起吃 關係絕對更融洽 祖孫工學傳承烹論記憶 更是寶貴的親子相處時光 阿嬤一起做南瓜料理 我覺得很有趣 也很好玩 還可以吃到好吃的料理 我很高興能夠參加 這次的祖孫樂靈活動 和奶奶們一起做了好吃的食物 也吃到了非常好吃的食物 我感覺非常的開心 希望下次還可以在一起參加 在動手食作中 培養孩子們的獨立能力 並促進帶肩的互動與交流 讓祖孫留下美好的體驗 祖孫道歉 記者蔡曉君 基隆報導 祖孫道